我现在打开手机 然后呢我们称个东西来试一下 称个西红柿 我们先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这是零克啊 我们把西红柿放上去 现在这个西红柿呢是116克 然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水果来试一下 称下这个梨 还是放在屏幕的上面 我们看一下多少克啊 这个是213克 称的还挺方便的 然后再稍微小一点的也是可以的 我们称个橘子来试一下 这橘子老师老师转 97克 大家好我是王林 今天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手机上面 还有一个电子称的功能 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我发现有了这个手机以后啊 以后再买水果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 我带个手机就可以了 他要如果少给我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找他了 这个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啊 没有发现 就最近才发现 没想到这个手机啊都快用烂了 才发现还有这么好玩的个功能 这功能是实在上实在是太强大了 用它称一些水果蔬菜还是很不错的 不要充太重的东西 如果充 充太重的东西啊 就容易把这个瓶里压坏 看一下我这个瓶已经都压坏了是吧 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功能需要怎么打开啊 我们首先 先找到这个手机上面设置 看一下我这个设置是在什么地方 先找一下设置 然后呢 检查版本先关到这 然后呢我们往下滑 找到 找到辅助功能 点开它 然后往下滑 这有一个处控 把处控打开 然后呢 这有个三维处控与处杆处控 把这个先点开 点开之后啊 这是开关是关闭的 我们把它给打开 打开以后啊 这儿 这个墙弄呢 在适中 或者是墙都是可以的 就这样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 打开手机的 打开手机一个浏览器啊 就是打开这个百度 搜个在这个浏览器上面输入 屏幕电子秤 然后搜一下之后 找到 找到一个窗口打开就行了 我这个是打开的 打开的这个 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可以撑东西了 我们撑着新工室就行了 看一下 看直接的出来了 124克 这个功能非常好玩啊 朋友们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 来测试一下 视频呢 今天就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新闻的 正好打开